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汉江公园大学生事件的总整理以及最新后续 首先在事件第一次引发争议之后 韩国网路上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阴谋论 而韩国最有名的时事最终节目 在5月29号也播放了有关这个事件的内容 所以今天就想要参考科科小小的整理 重新来看一下这个事件 2021年4月24号下午9点27分 已经在别的地方有过酒局的Amo 为了想要再喝一杯 给村江敏传送了短信 那来我家或者是汉江吧 你订吧 我照着做 我手机快没电了 8点31分 村江敏为了兼Amo出门了 10点53分 两个人在便利店买了酒 然后在11点08分来到了汉江 因为酒都喝完了 他们在12点45分再去便利店买了酒 明晨1点半 两个人又到便利店买酒 在结账的时候 村江敏收到了外送员的电话 两个人为了收外卖高兴地跑了过去 当天送餐给村江敏的外送员表示 在送餐时两个人手上都拿着酒瓶 看起来已经喝得很醉了 整理一下就是当天两个人一共买了酒瓶酒 而朋友Amo之前就已经有过酒局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都很有可能已经是大醉状态了 然后根据目击证人表示 凌晨2点18分 看到两个人贴身躺在一起 偶尔也摸对方的身体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所以就用手机拍下来了 本来是躺着的Amo站起来后 好像是在整理行李的样子 然后在一个小时后的凌晨3点12分 另一位目击证人 看到一个穿着黑白图案衬衫的男生 摇摇晃晃反复跌倒又站起来 而且背后的就这么一个地方 好像试了一样 虽然不确定为什么会试 但是在之前拍到的影片里能看到 孙正敏是往左侧这样躺着 所以目击证人看到的男生 很可能就是孙正敏 然后在20分钟后的3点37分 由Amo给家人打电话的记录 Amo的律师表示 当时Amo打电话给父亲说 孙正敏喝得太醉叫不醒他 所以父亲就让Amo赶紧叫醒朋友后 自己也快坐机程车回来 但是Amo自己不记得打过电话 也就是说自己喝到断片 断片就是指 喝得太醉记忆都停掉了的意思 然后到了凌晨4点27分 路人叫醒了睡在公园的Amo 然后在4点32分 Amo才起身离开了公园 坐计程车回家了 4点51分 Amo到了家 脱下沾上泥巴跟吐血物的衣服后 直接回房间睡觉了 但是Amo的母亲在收拾Amo外套的时候发现 口袋中的手机不是Amo的手机 所以父母亲就问了Amo 孙正敏有好回家吗 但是Amo因为酒醉 无法正确的回答 凌晨5点5分 担心孙正敏可能会一个人 睡在汉江的Amo父母亲 带着Amo一起去了汉江公园 但是怎么都找不到 孙正敏的Amo母亲 在5点28分 打电话给了孙正敏的母亲 接到电话后的孙正敏父母亲 马上就准备出门 在出门的时候 有打电话给儿子 但是接电话的人 不是儿子 而是Amo Amo表示 因为喝醉酒 拿错了手机 然后在6点03分 孙正敏的母亲发短信给Amo的母亲说 目前已经报案了 我们会继续找找看 先带着Amo回家吧 但是之后也是没有找到 孙正敏的下落 结果在当天下午 孙正敏的父母亲 就去见了Amo 问了当时的情况 但是Amo只是记得去便利店买酒 孙正敏跌倒自己扶他起来 所以把衣服鞋都弄脏的事情 而因为喝得太醉 之后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 然后在5天后的4月30号下午 在汉江找到了孙正敏的尸体 验尸观的推定死因是宁死 除此之外 没有发现到任何药毒物等 导致死亡的线索 虽然头部已经脸部 有微小的流血痕迹 但是法医学专家们判断 跟直接的死因是没有关系 但是孙正敏的父亲 还是怀疑他杀 国家科学调查研究所 只是判断了是不是溺死而已 但是为什么会溺死 是无法判断的 虽然警方在中间调查发表说过 他杀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包括孙正敏的父亲 很多怀疑Amo的民众 开始集体示威 要求警方强烈的调查 这些人主张 最后目击到孙正敏的3.37分 到Amo自己被路人叫醒的4.27分之间 两个人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应该就是在那个过程中 Amo将孙正敏推下水的 所以真相是什么呢 首先部分网友们质疑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 当天凌晨自己回家 并且又到汉江来找孙正敏的Amo 真的是有断片吗 法医学专家表示 就算是在断片的情况下 也充分可以进行日常活动 只是第二天不会记得而已 至于真的有没有记忆 只有本人才能知道 Amo的律师也表示 很多人都误会 Amo只记得对自己有利的记忆 但是实际上 Amo连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也不记得 而让我很尴尬 实际上在Amo与父母亲来汉江招 村庄民事后的CCTV里能看到 Amo突然躺在马路上的样子 然后网友们质疑的 第二个部分就是 Amo为什么将鞋子给丢掉了 将鞋子丢掉手机一事 是不是想要毁灭证据 村庄民的父亲表示 我打电话给Amo的父亲 说想要看一下Amo的鞋子 但是Amo的父亲应该是要回答 哦 我问一下太太找找看 但是那个时候Amo父亲马上回答 因为沾了很多泥巴跟吐蟹物 所以丢掉了 所以感觉上是在毁灭证据 把吐蟹物弄脏了 所以才丢掉了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 以后会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但是村庄民的父亲表示 Amo说那个时候才知道 自己拿错了手机 但是却没有积极地去找手机 所以一定是故意一事的 最后网友们质疑的就是 是不是朋友Amo将村庄民推下水了 对 这也是这个事件最重要的部分 到底是村庄民自己不小心溺水的 还是朋友Amo害的 法医学专家表示 如果是因为他人而溺水的话 脖子或者是肩膀胸部 会有被施压的痕迹 但是在村庄民的身体上 而头部与脸部的伤痕 也判断是在下水的过程中 跌倒而发生的 然后节目制作者也亲自实验了 很多网友们主张的 Amo推村庄民下水的几个可能性 首先是最多人主张的 村庄民在捂吐的时候 朋友Amo直接把他推下去 但是村庄民溺水的地方 前面是有很多石头的石头坛 像这样 所以不是说退了就会溺水 而是会掉到石头坛上 而且这样的话 身体上肯定会留下很多伤痕 第二个就是 Amo将喝醉的村庄民脱下水 但是这也是跟刚才说的一样 所以不太有可能性 第三 Amo先引用村庄民到江边后 将他推进水 但是就算是那样 这个地方的水深直到脚踝这边 所以只是用推的 是不可能发生什么意外的 那么就是第四 Amo跟村庄民一起进水后 Amo将村庄民压到水里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Amo的衣服肯定也都会失掉 但是根据Amo回家的时候 搭乘的继承者司机的证言 Amo的衣服没有失掉 透作业也没有弄湿的痕迹 而且根据当时的目击证人 CCTV里也没有发现到 Amo有失掉的样子 那村庄民到底是怎么进水的呢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事发当天凌晨 在汉江钓鱼的七个目击证人的证言 凌晨四点半左右 看到有一个人自己走进水里 走到这里的时候 水位应该是到膝盖左右 然后走到这里的时候 水位是到了胸部左右 但是钓鱼的七个人 当时都没有说要去救这个男生 理由是因为他们听到了 啊 这种很舒服的声音 而不是求救的声音 但是他们看到的男生 真的是村庄民吗 首先这个男生进水的地方 是离村庄民跟Amo喝酒的地方很近 跟找到村庄民湿的地方也差不多 而且发现村庄民的地方 是这种地形 一开始很浅 但是突然会变很深的水域 而不是渐渐变深 如果不知道这个地形特征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溺水 况且这个地方都是 一彩就会感觉黏黏的那种泥土层 所以对于一个喝了很多酒的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危险 而且在发现村庄民的当时 村庄民的鞋子已经不见 只是穿着袜子的状态 而袜子上的泥沙成分 跟目击证人们看到的男性下水的地方的泥沙成分 是非常相似的 韩国著名犯罪心理学家表示 一个人犯罪的话 一定会有动机以及等待机会 但是这个地方是公开的场所 不适合犯案 也没有任何动机 而且在Amo之后的动作 也没有发现到想要毁灭证据的行动 另外一位犯罪心理学家表示 如果要成为犯罪事件的话 Amo是不可以与父母亲再来犯罪现场 因为村庄民的手机是不可以被发现的 其他很多犯罪专家们也都表示 Amo是凶手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 那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相信Amo就是凶手呢 我们只相信YouTube YouTube才是事实 在YouTube都看到了 也有CCTV证据 对 比起警方 媒体 他们比较相信YouTuber们提出的阴谋论 所以 节目制作组也正式邀请了这些YouTube们采访 但是都被拒绝了 对了 在这个节目播放之后 一直都没有找到的Amo手机 也是由一位清洁员递交给警方了 清洁员表示 在汉江公园打扫的时候 捡到了手机 放到自己的储物箱里 第二天因为请了病假所以就忘记了这件事情 在想起来之后 就将手机交给警方了 但是不记得捡到手机的正确位置跟日期 而在Amo的手机电脑监视 也没有发现到什么可疑点 最后整理一下目前韩国的情况就是 在警方 法医学家 犯罪心理学家 目击真人等人 拿出很多证据表示 Amo是凶手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相信这些证据 断定Amo就是犯人 这些人都是被Amo的家人给收买了 然后在节目播放之后 清洁员才把手机交给警方的部分 应该也是设定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我住在这附近 在那个天气 记住汉江一秒的话 酒就会醒的 再怎么是二十几岁健康的青年 四月底凌晨的汉江 真的是非常非常冷 不信的话可以去试试 保证五秒之内就会跑出来 真好笑 现在为了找这个手机闹得这么大 应该要报警后再请病假吧 背后到底是有谁 所以可以收买这么多人呢 不管怎么说也不能理解 丢掉鞋子 以及Amo与父母 没有联络存症病的家人 就去汉江的事情 然后也有这样的反应 你们只是不希望Amo不是犯人吧 伊杰勇 拍个内 一秒吧 都在监狱了 你以为Amo是谁 连电台都会帮他们呢 醒醒吧 Amo要收买的目录 1.警察 2.媒体 3.节目制作组 4.律师 5.目击证人 6.清洁员 7.犯罪专家 8.法医学家 对于汉江大学生事件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5. هنا 7. hou 5.15 19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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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